新大的团队 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老师 大家午安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How are you today? And I wish you a very good mid-altern festival 好那今天是9月16号啊 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个线上跟大家相见 小雨老师在问签到处 签到处在那个讯息栏 讯息栏 好那大家可以慢慢签到哦 那我先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今天的流程 我发现好像有点回音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这样子有比较没有回音吗 比较没有回音 这样子 嗯嗯那请问这样的声音清楚吗 老师还是你把你的那个喇叭关掉 我 就是只收麦克风的声音这样子 把喇叭关掉对不对 哦这样子可以这样子 可能是因为有两个账号的那个声音同时出来 你说我笔电喇叭关掉吗 哦现在可以 现在没有那个重复的声音了 哦好 好那各位老师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然后我还是有听到我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会这样 好那非常开心也很荣幸啊 欢迎大家今天下午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在线上学习哦 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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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些功能融入到我们的教学活动里面 好那这个是今天想要跟大家报告的主要的部分 那在我来讲 还是想要先请议各位线上的老师 各位先进们 已经有库英的账号 并且已经使用过库英的师长们 可不可以在讯息栏帮我们打个一呢 就是你已经有账号了 然后你也有使用过这个平台的老师们 有吗 就是我刚刚的问题有清楚吗 就是已经有库英的账号 并且你可能也开始慢慢的有在用的老师们 方便举个手或是帮我们打个一吗 有吗 就是有账号并且有在使用中的老师可以我们打个一吗 好 谢谢吴老师 谢谢怡萍老师 那因为我们库英的研习啊 虽然等一下我会再稍微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平台 虽然说他的资源有稍微的分区 就是依照我们的学习阶段来分区 所以你会看到有国小区 有国中区 然后也有高中区 高中区我们还把它分成普高跟季高的部分 虽然看起来好像有医学习阶段来分区 可是老师在使用上 还有当我们介绍给学生用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限制 就是您可以依照你班级学生的属性 跟每个学生他的需求 其实高中生 其实像我现在任教育 那个三星加商我们是高中 是技术型高中 其实我蛮常去用国小跟国中的资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慢慢熟悉这个平台之后 他其实也非常适合 让老师应用在差异化的教学上面 因为他的资源其实有分阶段 那其实就算我现在同样在普高 或是高中阶段任教的话 其实在同一个班级里面 同学的程度差异也颇大的 不知道这点各位老师有没有认同 所以说在同学的学生差异程度颇大的时候 我们适度的 因为以前我们假设是一个老师 对着一个班级授课 你其实很难做到差异化教学 因为你教的东西 对程度好的同学来说太简单 对那个程度差的同学来说 他们真的是跟不上 所以大部分的老师 大概就是取中庸之道 就是讲给中间那个阶段的人听 这样好像我们就没有照顾到 每个同学的需求 但是多亏了 现在有很棒的线上资源 他其实可以当我们老师 很大的一个教学上的帮手 那今天大概就是会先跟大家做一点点入门的介绍 真正在使用上啊 还是要有劳各位老师 你真的真的去操作 然后真的把它使用在你的班 教学心法跟教学模式哦 好 谢谢老师刚刚的回忆 好那 呃 呃 就对我讲师本人 那在过去的这一段 当然一开始到学校的时候也是当导师 那我们学校是技术型高中嘛 我刚刚有提到 所以我们学校有五大群 大概分十个科 这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们平常有听到的职业类科里面 像我们学校最大中是餐饮科 餐饮管理科 那餐饮群里面就会有餐饮管理科 也有观光事业科 我们现在又新成立了烘焙食品科 对 然后像设计群 我们有广告设计科 然后商馆群 我们有资料处理科 跟商业经营科 我们也有外语群 那外语群分成英文组跟日文组 然后我们也有家政群 家政群呢 是有呃 服务科 这是最近 目前最最新最夯的 幼儿保育科 然后还有美容美法科 所以我们学校的学生背景 其实是蛮多元蛮广泛的 那过去这段时间 大概六七年的时间 我就是一直担任行政的工作 所以我的工作历练 从校长室的秘书 教务处 实习处 然后这两年做国际教育组 还有应用外群的主任 好 所以在我的这个行政 行政经历当中 就有机会参与学校的很多计划 那大家老师们也都在教育的第一现场就知道 目前教育潮流最目前目前最夯的时事是什么的 当然一个就是108课纲自主学习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双语政策 全英教学 对那所以我们学校也是有申请相关的计划 因为我们是私立学校 那在少子女化的这个环境之下 我们真的是比较辛苦 所以只要有什么计划 这个校长团队就会叫我们一定要去申请 毕竟我们的经费来源是学生 也都是要学校自筹 所以呢 像全英语授课计划 国际交流计划 提升英语成校的计划 优质化 均质化 还有各项国际交流的计划 包含姐妹校交流 包含福伦社的交换学生 包含外师协同 包含第二外语计划 其实这些我们学校都有参与 那我本人去年也有这个机会 申请那个国教署的海外进修计划 到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 然后再去帮自己真能进修 那目前也是 季高语文推动中心的宗旨老师 那也拿到了一些证兆 然后有参加一些比赛 好 那今天的 今天的那个议程呢 当然就是就前言的部分 然后对 库音的学习资源 还有功能的介绍 还有如何呢 进入护音 融入英语文课程的教学 那我们中间大概会休息一次 一个break 大概十分钟 那因为是线上研习 所以老师们呢 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啊 或者是有其他的需求 其实大家就可以自变了 好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结语 跟Q&A 然后最后要提醒大家 记得帮我们填 签退表 还有回馈的表单 这样子团队呢 就会帮你们登入这个 研习的时数 好 那我很快的进入前言的部分 那这个前言的部分呢 就是一开始 我刚刚有问大家说 是不是都已经有使用过 库音的平台了 那感觉上大家好像 大部分的老师有 那有部分的老师 没有回应 好 那因为如果有的话 那是比较好 那可能请老师啊 你如果现在在电脑旁边 等等我们就会 请老师登入一下帐号 因为我想 还是要自己去操作过 会比我在这边讲来的有用 好 那看到这个图呢 它是一个同心圆 好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黄金圈的理论 就是Golden Circle 那Golden Circle呢 是Simon Sinek 他在2009年的时候 他有一次 在这个TED的演讲里面 他就提到说 一个成功的组织啊 领导人要如何去领导 一个成功的组织 他认为 就是要遵循这个黄金圈的理论 所以这个黄金圈的理论 大家可以看到 最中间那一圈就是Why 首先你要有一个Why 就是这个领导人 他的动机跟理念 第二层再去思考 How do you do what you want to do 就是你有先有了 第一层的动机理念 你再去思考说 你该怎么做的方法跟步骤 然后第三层呢 What 就是What do you do 你最后才会影响到你的What 好 所以今天我也是先跟大家 从统心人的最中间出发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然后呢 我有哪一些方法跟步骤 然后最后就是 我真的做了什么事 那大家刚刚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双语政策嘛 那我想今天在身上的应该大部分都是英文啦 可能有国小 有国中跟像我自己是高中的 那可以呃在这几年 课纲之后 然后再走到这几年的双语政策 其实双语政策是出现 108课纲出现比较早 双语政策是后来才 行政院后来才加进来的 好 那赋予这责任跟工作 对不对 我发现在学校有一个现象 就是不论它是什么计划 不论它是什么单位来的 只要跟英文有相关的 这个学校的行政单位 就很自然而然的 把它呢 交付给这个英文老师 所以我觉得英文老师在这几年 真的真的也很辛苦 好 那为什么国家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双语政策 其实主要 当然就是要提升我们 我们的学生 也就是我们下一代他的什么 国际竞争力 这个大家都会知道 国际竞争力 是很少有一个政策 它的影响是这么广泛的 几乎从国小 国中 高中 一直到大学 大家知道大学 大学他们也被如火如荼的在push 要推什么 EMI 就是受课 所以很少有一个政策 教育政策 它全面的影响了所有的学生 从国小 国中 高中跟大学 即我们大家都在 都在 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都被他狂起来了 好 那我们希望 在学校可以带给同学什么 让他可以呢 跟国际接轨 增强我们台湾学生的竞争力 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家也知道我们台湾的环境 台湾很小嘛 对不对 然后才2300万人 但是台湾的产业实力很强 我们台湾有这个很多很多的产业 所以台湾的产业在全球的公众 所以以我们现在的学生 他们现在 应该说我们现在深属的这个环境 跟老师 我们以前在学校读书的环境 真的已经差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来台湾投资 其实我们的企业也在全世界各地布局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学生 他以后的工作 各位想想看 现在坐在你教室的学生 或是你自己的小孩 他以后读书的环境 或是他以后求职的地方 都一定只有在台湾吗 其实也不一定 对不对 他还有很大的机会会在国外 就算是台湾的公司 在他的公司里面 也可能有来自全世界各地 不一样文化 不一样语言的人 在他们的这个team里面 大家要一起工作 所以我们如何在学校的时候 就养成了他具有这样子的文化的沟通能力 还有他的语言使用能力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教育部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觉得非常重要 那因为以前早期我们的英语科教学 可能比较着重于这个考试层面 就是读跟写 读跟写台湾的学生都还蛮会考试的 可是呢 大家会发现说 当我们真的要同学实际开口 应用出来 真的去跟外国人沟通的时候 他又怎么样 他又好像很害羞 就是学了很多字 可是会顿时脑筋空白 不知道要讲什么 像我第一次 因为我们这几年都申请全英计划 那全英计划当然鼓励我们老师 尽量在课堂的沟通上 或是在你的课式英文 或是你的指导语里面可以多讲英文 当我第一次用英文跟大家讲招呼的时候 我很惊讶地发现 其实大部分的同学 当我跟他说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today? 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回应我 各位老师相信吗 真的 看我们学英文学了这么久 这简单的How are you? 这好像应该是国小 现在学生国小就开始上英文了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 是国中才开始上英文 那国小开始上英文 第一课应该就会教打招呼 我相信他们都学过 考试也都考过了 可是你真的叫他们讲的时候 他其实是讲不太出来的 所以必须要我们再去帮他怎么样 review一次 那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传统的教学 传统的教学当然就是 以前的模式是teacher center 就是老师站在台上 然后同学呢 抄写这样子笔记 好 那转到现在的场域 各位老师我们看看一下 我们的教学现场 其实已经跳脱了传统教学的模式 但我不是说传统教学有什么不好 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传统教学的 我还蛮习惯这样的方式 所以呢我觉得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那只是现在我们又加点新的东西 各位发现 我们现在学习场域 已经不限于只有学校 反而是教室外 特别是在过去几年 这个在疫情的期间 这个COVID-19 已经大大的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生活形态 跟学习模式 所以现在学生他们是网络的原生带 也就是说他一生下来 他四周都是平台 都是手机 都是平台 他本身比我们还厉害 他在用这些行动载具 其实学的都比老师还要怎么样 快很多 我发现 所以当我在一开始教他们的时候 当然前面第一节跟第二节 就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带进这个平台 那等到慢慢真的 用了几次之后 他们其实自己就会做得很快 那大家可以从这个图里面看到 现在的教学 我们是希望尽量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学习的场域多元化 不是只有学校 可能还有图书馆 可能还有校园内的任何一个角落 可能还有美术馆 可能老师你们还会带他去 其他的车站啊 机场啊 或很多地方去做踏查 那学习的时间也不是只有在学校 现在都有了平台 他就可以打破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只要有网络 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 以前的同学还会说 老师我们家没有电脑 我们家没有平板 没关系 其实国教署都已经帮你申请了 对不对 学校应该现在国小 国中几乎都有搭配这个 深深有平板的 还有数位精进计划嘛 所以没有载具的同学 其实我们也可以帮助他 那他只要在学校里面 一定都是有学术网络 那他回家 可能必须还要有其他网络资源的话 他也是可以学习的 好 所以我们的学习趋势 就会有一点改变 从以前单一方向的 老师讲授给同学听 变成现在是有提问 讨论跟协作 那以前我们就是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 就是固定一本国边版的教科书 那现在同学的学习教材很多了 对不对 不是只有纸本的 还有数位的 还有影音的 非常多元的学习教材 那我们的学习场域呢 也从实体的教室 跨出去教室 到了这个虚拟的教室 同步或非同步的教学 像我们现在也是 大家在线上相会 也不是在实体的场域 好 那所以呢 刚刚一开始有跟大家提到 现在教育的趋势 大概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做 为什么政府要做这么多努力 也就是呼应我们的108课纲 我们要培养同学 让他们什么 有自主学习的习惯 他才可以变成一个终身学习者 好 那为什么终身学习者这么重要 老师我们以前 以前我们读书那个时候 大概就是学这一套 就可以用很久 对不对 好 那大概以前的人也是 他一份工作大概 如果不要意外的话 他就会做到退休 但是各位想想看 现在 我记得我在之前看过一份 哈佛还是耶鲁大学的报告 他在2013年的时候 做的报告 他说啊 在2013年 现在已经是2024了 他在2013年那个时候做的报告说 在未来的20年内 有一半的工作 现在存在事实上 有一半的工作都会被消失 都会被取代 那所以他那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AI 大家知道吗 AI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在还没有AI的2013年 就有一半的工作 可能会被取代 可能会被消失 那么在2024年的今天 这个AI已经如火如土的 生成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 一份工作 现在没有所谓的什么 铁饭碗 没有 也没有同一套知识 可以让你用很久 所以你要不断不断 不停的去学习 就像我们现在在线上的所有老师 其实我们也就是一起在学习 这个东西对我们大家来说 刚开始也都是新的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摸索 所以当我们老师在教同学的时候 你要站在同学的角度去想 这对他们来说是新的 所以刚开始真的需要循序渐进 慢慢给他们一点时间 那这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208科纲的素养导向 好 那接下来正式进入这个酷音的部分 好 那酷音我自己其实 酷音平台它已经发展很久了 它是教育部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给的一套听说读学 全方位都具备的学习资源 那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那主要在我试了这么多平台之后 会很推荐给大家用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一直一直有在更新 它一直都在与时俱进 而且它团队的 这个团队非常的强 然后这个团队的服务也非常的好 不像我们早期以前 英文老师假设我要做一份字编的教材 或是我要给同学补充的讲义 其实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不需在不停的平台间一直转换 比如说我有时候找影片 可能必须要到国外的网站找 可能必须要在YouTube网站找 然后找到了影片又没有学习单 还要自己做 那个真的 那个很很 需要花掉我们很多时间 可是酷鹰呢 都帮我们解决了这个痛点 也就是说 它的教材 不论是影片或者是音档 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更棒的是 它连那个学习单啊 都帮我们做好了 而且都做得很漂亮 你知道 所以老师们 你派 当我们在指派功课 或指派任务给同学的时候 他学习完的时候 就可以赶快立即马上检测 他的学习成效 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 然后另外另外最棒的是 他完完全全的免费 这么多的资源完全的免费 像我们现在用很多国外的网站 他可能刚开始免费 但是你用了几次之后 他就会要你除纸了嘛 如果你的功能要比较高 就是他需要一些点数 要一些除纸 像你使用上 其实对同学来说是很 对老师来说 对同学来说都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力 背建酷因的原因 他完全免费 然后他的资源整合 一站够足 你不用在很多的平台之间跳来跳去 其实像我上课 我就是习惯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电脑能力好不好 像我的电脑能力其实是蛮差的 所以我很不喜欢在不同的平台之间跳来跳去 因为你一下子用这个平台 像那个平台 在串接上都会有一点点卡住 然后如果网路不通的时候 那你那节课就要花好多的时间 那如果我们可以就在一个平台上构组的话 其实可以帮老师省下很多时间 同学会学得更多 那库因为了提升大家的学习动机 他会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了很多的比赛 那我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 当然你第一节课必须要请同学先去注册 对不对 然后他平常就有那个自主学习活动 然后他以为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很多的比赛活动 像口说达人啊 阅读达人啊 听力达人啊 这些比赛 好 那同学有些人他听到比赛 他会很紧张 想说我英文很烂 我怎么可能去参加比赛 那老师你要给同学们一点信心 他这个比赛都不用跟别人比 只要跟自己比就好了 也就是我只要比如说这个口说达人 他里面可能有20关 或者是阅读达人里面可能有20个题组 我只要把这20关或是20个题组做完 我就可以得到一张奖状 然后这张奖状很漂亮 这张奖状是这个台师大团队 酷音团队发的很硬质很精美的奖状 每个人都会有奖状 你只要参加过关完就有奖状 然后他也会有奖品跟一点点奖金 但是那个是抽的 奖品跟奖金是抽奖的 就是如果你有抽到 就还有他的奖品跟奖金 我觉得也都蛮丰富的 然后像我 像我觉得我自己在技高推这个 我自己同学给我的回馈是蛮好的 因为坦白说像我们技高的同学 他的英文底子其实比较不好 也就是说他在国中之前 其实他很少有机会去参加英文的比赛 甚至拿到奖状 那我就一开始就鼓励他们 然后老师第一遍就是我带着大家一起做 你一定要老师你一定要自己 跟示范一次给同学看 老师你带着同学大家一起做 他们就会发现说 原来我自己也会做得到 所以呢我带他们做完比赛之后啊 我通常也还会利用招会 或者是如果没有升旗的话 我们就到校长室 请校长颁奖 然后合影留念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不是都要做 学习历程档案吗 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放在 学习历程档案里面的多元表现 对不对 他稍微写一下他的学习心得 然后附上他的奖状 或者是他的照片 比赛办法等等 就是一份很好的 可以给教授看的 自主学习的佐证资料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推荐给大家使用 好 那这个是我们库英的团 当然指导单位是我们教育部的教授 然后台世代英语系 然后计划主持人是我们的陈浩然教授 那当然一个平台的创立 就是一开始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也集合了很多的专家 然后呢不停的开会 那我这个资料比较比较旧一点的 现在我看上个月的资料 目前库英的注册人数 应该已经来到了有200万了 对就是在各位老师啊 还有团队的努力之下 越来越多了 好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一起来 登入一下这个库英 那他现在目前的登入方式就是 看老师您 你们个人使用方便 你是用教育语 还是说Google账号 他现在其实各县市都已经整合成 教育语的账号 所以看你用教育语 还是用Google账号 或是你自己另外申请的账号 看你哪一个比较方便 好 那讲了这么多前言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数学习平台 来帮各位老师做助攻 因为我不知道像你们国校 或是国中一个礼拜 现在目前有多少英文课 以高中跟像我自己技高来讲 各位相信吗 技高啊 因为每个专业科目的老师 也都说他们的课很重要 再加上108课刚之后 变成百花齐放 什么课都要开 大家知道现在技高 一个礼拜圣几节英文证课吗 英文应该算蛮重要的 对不对 因为国中会考要考啊 学策要考啊 然后统策也要考 真的吗 音讯有断吗 那这样可以吗 这样声音有稍微好一点吗 好 那英文很重要的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技高 其实一个礼拜啊 只剩下差不多两节的英文课 所以两节的英文课 有时候学校活动还很多 或者是像这两天中秋节 我的 好 谢谢老师 谢谢永诚老师的提醒 像这两天中秋节的活动 我的课就又被放掉了 所以说课后的学习 好 老师我们要提供资源 让同学回家的时候可以学习 酷音就是我们的好帮手 然后特别是假设你们学校 有在做这个国际教育的交流的话 酷音平台也是可以 串接进来使用的 因为他让我们可以比较方便的 跟国外学校做主题式的交流 好 那这个是他目前课程的架构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他每一个项目上下 其实都还分很多 我自己也还没有每个项目都摸手 那今天团队给我的主题 主要是在听力的部分 那我们后续也还会有很多的研习 他可能有一些老师 会帮大家介绍口说专区 有一些老师会帮大家介绍阅读专区 那有些老师会帮大家介绍 比如说那个学习辅助专区 好 那其实每一个专区都很好 所以都很好用 同时的老师们 你们可以挑选适合自己的来用 那有些老师 像我之前在研习的时候 有些老师就问我说 那我课程进度都上不完了 哪还有时间做这些事 对不对 老师你们也有这个问题吗 就是你会觉得 你课都正课都上不完了 对不对 那哪还有时间做这些 好 那我给老师的回答就是 老师那个课本来就是上不完的 对 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回到我刚刚不是有跟你说 你的那个黄金圈吗 你的初衷是什么 像我现在的英文课 我早就知道我课是上不完的 所以我就要有所取舍 老师你不用每一节课都来 都在做活动 不是说哎呀 我每一节课都要讲英文 每一节课都要做活动 每一节课都要小游戏 每一节课都要分组报告 不用不用 老师其实我自己也是看情况 可能maybe一次月考 或是一个round的时候 有多余的时间 但是平常酷音他的好处就是他 一个小单元不用占据你很多的时间 不过你比如说你今天上课 发现同学精神有一点不济了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个看一个互动式的影片 或者是大家打歌 学英文唱一首歌 用多模态的方式来提升同学的学习兴趣 这就不用花你到整节课的时间 你可以看情况同学现在记忆力有点不集中了 或者是你现在刚好进度也上完了 刚好有多的时间的时候 可以让同学做一点调剂身心的活动 但是不用每一节课都做 所以老师能千万不要有压力 就是挑选自己合适的去做就好 好那现在的话 如果大家有在网路上的话 我先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登入酷音的平台 好那我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好老师们你可以先把你的账号找出来 然后我们因为等一下会有实际操作平台的部分 所以现在请大家先跟着我一起登入酷音的平台 好我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也来登录一下我的 好 请老师帮忙登录一下酷音的平台 好 那我们在这边等老师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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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请问大家登录的过程还顺利吗 好 那如果大家已经登录的话 麻烦各位老师就在酷音上面找到应该是国中区的听力 然后听力点进去之后就有游台湾学英文啊 什么Live ABC互动英语 这是今天主要要跟大家介绍的部分 我们一起来做看看 好 请问老师我们有一起找到这个游台湾学英文的画面吗 就是我现在分享的这个地方 怎么进来呢 你当然你要先用你的账号登录 然后呢 课程专区里面 是不是有国小国中普高季高都有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先从国中区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比较多国中小的老师 好 那请大家就是国中区这边点进来 有没有 到这边可以吗 国中区 国中区 好 谢谢 然后国中区进来之后有听力对不对 好 听力这边 就是今天团队请我跟大家介绍的 大概就是听力专区这边 我们看到Live ABC 生活主题影片啊 Text to Speech 语音合成工具 然后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 这个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然后下面有一个游台湾学英文 生活中的英文这个也很棒 电影放映中 各位老师喜欢看电影吗 喜欢看电影吗 喜欢喜欢 好 同学们 但是因为现在有同学 所以那个抖音跟IG的视频 其实都很短 大家有发现吗 就是15秒20秒那种很短 一下就散过去的那种 好 然后下面这边还有互动式学习影片 哦 这个也很棒 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就是 每一个都点进去让大家试试看 然后请进动画厅讲跟一分钟学礼语 看卡通学英文 好 这些好多好多 好 那时间的关系来来来 那老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试一下 对不对 好 我们先点到这个游台湾学英文 好吧 看到吗 由台湾学英文 好 这个我很喜欢 这个很好用 好 那我刚刚一开始有跟大家说 就是老师你不要担心你课程进度啊 或者是考试 对不对 你因为你不用每一节都做活动 不用不用 然后也不用每一节都做全英教学哦 不用太累了 对不对 然后有 之前还有老师研习的时候 老师问我说老师那整堂课都要讲英文吗 如果你们学校有在申请全英教学计划 当然我们鼓励大家 就是等于teacher talking time少一点 然后让student talking time多一点 尽量提大化 对不对 可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学生的背景 不是每个人都很习惯这样英语的学习模式 老师我们的工作是要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的工作是提供音价支持给学生 让他们觉得在这个环境学英文 是很comfortable and safe 这是安全的 他可以讲英文 然后他讲错没有关系 所以我第一条课啊 我都会花一点时间跟学生聊天 我就说在老师的课堂上 你可以讲中文也可以讲英文 然后我也不会因为你讲中文 或是你英文讲错 就把你分数当然低不会 但是你只要愿意开口说 老师都觉得很值得鼓励 然后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谢谢你愿意开口说 那一开始我们要给同学音价 你给他scaffolding对不对 那他一定不知道怎么讲 那毕竟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 所以老师你要多给他们练习 跟模仿的机会 就可以从由台湾学英文开始 好那这边介绍了台湾 从北到南的好多好多地方哦 那我看我们今天圣上研习的老师 也是来自很多地方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找一个地方来玩玩 大家比较想要去哪里玩 你看他都有台北新北 新竹彰化南投台中云林嘉义 像我自己是住在高雄嘛 然后大家应该也很喜欢去这个文化古都 美食之都台南玩 花莲台东也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然后呢 你如果你们学校如果有在做那个国际交流 可能是做线上的交流 也可能是实体的互访 这时候就会有外国朋友来台湾 然后你可能要怎么跟外国朋友介绍台湾 我们以前都要叫同学写稿 然后把它背起来 有没有 就是在跟那个国外学校做课程交流的时候用 那因为同学通常都不太会写 所以就变成老师要写 老师你就叫同学来这边找就好多了 然后他这边的好处就是 他稿子都帮你写好了 然后录音也都录好了 同学如果不会讲啊 就照着他们讲 然后老师你可以从其里面找一个单元来给学生看 然后他们看完之后 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认真看认真听 每一个单元后面都有quiz 他都有小检测 你就把同学 请同学把它做完的那个quiz 比如说截图或是拍照 上传到你开的一个比如说作业区 这样你就可以确认说 他们每个人都回家做这件事哦 好 那我找一个我们就是找一个范例来给大家练习 好比如说我去台南的 找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 台北市的 大家比较想要去哪里 台北市动物园好了 好动物园 好 那我把动物园点进来哦 我的滑鼠 等我一下哦 老师你也可以跟着我点一个影片 好 我现在要点动物园 你也可以点别的 好 你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t is placed in a valley in Wenshan district. The zoo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so it is over 100 years old. It used to be located in the Yanshan area. When its population of animals increased and there was not enough space to expand, the zoo finally moved to this location in 1986. It covers 165 hectares of land and is home to 8 outdoor display areas and 6 indoor display venues. There are over 3,000 creatures of more than 377 species living here. Small animals like penguins and koalas are very popular. They are the stars of the zoo. The Taipei Zoo not only takes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but it is also a good place for leisure and holidays. 好,大家可以看到他 这边的影片啊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边的影片其实都蛮短的。 大概每一个影片大概就是1分20秒到1分30秒左右。 所以不用花你很多的时间。 那你就是在你课堂的中间穿插, 或者是派作业让他们回去看。 那看完,其实他这边每一部影片他都有字幕的。 他有英文的字幕,也有中音的字幕。 所以如果刚开始同学觉得好像听不太懂的时候, 老师我们就让他们播那个有中音字幕的。 然后他看完之后,他后面其实都有那个Quiz。 老师们有没有看到他有那个题目。 对不对? 这边都有题目Quiz,对不对? 比如说我刚刚 点错 我刚刚看完动物园,那你就做动物, 请同学们做那个动物园的Quiz。 然后他如果忘记, 其实他那个题目啊, 他那个题目是真的出得很用心。 所以你一定要看影片才回答得出来哦。 他如果没有看影片, 他那个题目其实蛮容易做错。 等一下我的动物园。 他就会有一个做得很漂亮的Quiz。 好,老师们有看到那个题目吗? 好,那我会建议大家在要派功课给同学之前, 老师你其实也就是花个三五分钟, 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嘛。 你就稍微看完影片, 然后做一下题目, 这样你就可以提醒同学, 他们可能要注意在看影片的时候, 然后要注意什么地方。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ipei Zoo, 对不对? 然后他按Continue就开始做题目。 然后他第一题他就问你说, When was Taipei Zoo first established? 好,这个台北市地动物园, 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 嗯,那他如果刚刚有看影片, 他就会知道,对不对? 好,大概大约是在什么时代, 你看他第一个选项说, 是在日据时代吗? 是在清朝吗? 是在明朝吗? 还是在2020到2022年呢? 因为他题目问的是, 第一次建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所以在刚刚影片里面, 同学们应该就可以选得出答案了。 好,如果答对了, 他就会出现correct。 好,马上他的及时反馈是很快的。 好,那他就问你说, 那这个台北动物园什么时候从原山区搬到现在的文山区? 台北动物园他是有搬家过的。 好,那这一题你就是必须要看刚刚的那个影片, 你才可以回答出答案。 这样各位老师们懂了吗? 好,那这个东西他可以用来训练, 训练同学的听力。 好,那一开始他会有一些字没有听清楚, 但是只要重复了很多次去听的话, 其实没有听清楚的字就会慢慢听懂。 好,然后他因为他也有视觉影像, 他也有声音, 他也有音乐, 或许可以让你的课堂上呈现更活泼一点。 好,那这个就是游台湾学英文。 老师们有没有问题呢? 可以吗? 好,游台湾学英文这个我蛮推荐的。 然后他里面已经搜罗了好多好多的景点。 所以老师们你就是选一个你有兴趣的景点。 好,那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 这个我觉得很棒是Live ABC生活主题影片。 大家有看到第一个icon这里吗? 好,生活主题影片我们把它点进来。 好,请老师们跟着我一起点进来哦。 点进来了吗? 好,那这个生活主题影片啊, 我们就是透过各种情境的日常对话, 来帮助同学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 真的去把他英文课里面学到的东西, 运用在日常生活的沟通。 好,所以呢,呃,旅游怎么讲啊? 好,生活用途啊? 买东西啊? 怎么问价钱啊? 怎么问路啊? 好,如何社交上如何去称赞同学, 称赞别人啊? 好,聊天的时候应该怎么破冰啊? 情绪的表达要怎么讲啊? 电话的英文要怎么说啊? 然后节庆,好,我们有时候在学校里面 会做一些节庆文化融入教学,对不对? 这边也都找得到, 所以老师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方便? 以前我们要做一个单元, 或是你要做一个融入议题, 你要自己上网在那边找好多, 他现在这个影片,影片稿件, 然后跟题目,通通帮你做好了, 超适合像我这种那个电脑小白, 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很不会编排那种东西, 所以呢,他这边帮我做好, 我就觉得太棒了,好。 那我们也是一样,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一个单元,好不好? 好,老师们, 如果你们现在还在听力专区, 国中的听力区, 点进来是不是有Live ABC? 那大家知道Live ABC, 他也是一个蛮大的那个英语教学集团, 我们这个酷音平台真的非常用心, 他里面国内跟国外买了超级多的英语课程, 那个以前啊, 假设是我们自己要买都要花好多钱, 而且我们没有那种财力买到这么一整套, 全部都是正版的, 包含他的绘本, 他的绘本也都是, 不是只有看哦, 他的绘本也都是有声书哦, 以前我们如果要帮孩子买那个书, 是不是一套都好贵, 或者是你还要去图书馆借, 那多麻烦还要去管, 对不对? 现在都不用了, 你也不用确认这边的书啊, 大概有上万本, 而且他也有根据不同的智慧, Lexel的不同的智慧程度来做分类, 然后他是有声书, 他有书本, 他也会念给你听, 然后他也有题目, 所以你真的非常好, 派功课好, 那我们先来找一个单元, 请大家一起来试试看哦, 老师你一定要自己做一次, 你才知道同学, 他们在做的时候会怎么样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从第一个开始看, 比如说旅游英语对不对, 这个是现在考题也很喜欢考, 然后我们也会让同学练习的, 那旅游英语你点进来, 他是不是有搭机出国全英字幕, 然后也有中英字幕, 然后下面也搭配了一个quiz, 也就是说我只要在课堂上, 或者是你派功课, 让他们小组练习对话, 做话做, 我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练, 你就是做quiz, 或者是叫来前面台前, 让同学那个做show, 那个rollplay, 对话的练习,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段影片, 好, 他五十五秒而已, 很快, Regina is talking to a travel agent. Hi, I'm going to a wedding in Vancouver, two Saturdays from now. Can you help me find cheap tickets there and back? Sure, when would you like to fly out? Are there any flights on the Friday before? There are a couple. When do you plan on returning? The Sunday or Monday after is fine. Okay, the cheapest round trip ticket leaves on Friday at 8.45 a.m. and returns on Sunday at 9.25 p.m. That sounds perfect. Great, I'll go ahead and book it for you. 好, 老师, 一分钟影片就结束了,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在你的课堂活动当中, 刚刚那一段影片对话, 对不对? 穿插让同学们看完之后, 去做口说的练习。 好, 那练习完了之后, 你也可以派个人的作业, 或是小组的作业, 让他们一起做这个quiz。 好, quiz在这里, 对不对? 各位有看到吗? 然后你就按start quiz。 好, drag the words and drop them to the appropriate places。 好, 把单字放到合适的位置。 那老师, 你就要看您的教学对象, 是国小的小朋友呢? 是国中的呢? 或者是高中的同学? 这个对他们来说应该都不难, 对不对? Can you help me check tickets? 好, 你可以帮我找到比较便宜的机票吗? 所以第一题, 同学, 我们答案应该要选多少? 换, 对不对? 按一下就进去了。 好, 第二题, When would you want to, 你打算什么时候, 飞呢? 对不对? fly out, when do you plan on returning什么时候回来? 好, 老师, 那他这些单字是不是无形当中, 就在对话里面怎么样? 习得了, 就学会了吗? 好, 答案填完你就按submit提交。 啊, 答对了, 你好棒。 好, 再继续, 这样他们就会很有信心哦, 就想要继续做。 read the following sentence and choose true or false. 选对还是错? regina is going to a wedding in Vienna, 他, 哎, 因为我刚刚没有注意听。 不是, 他应该是要去别的地方。 好, 然后这边再做一些单字的配对, 比如说, 班机, 你就把他配对起来, a couple of一些, 对不对? 预定, 对不对? agent专员, 这很简单。 好, 主要就是让他们, 那个上课动动手, 比较不会无聊, 这样子。 好, 老师到这边可以吗? 好, 那你就可以看出同学们, 同学们有没有做好。 那他如果不小心, 像我刚刚不小心按错答案, 其实都还可以再回去继续做。 然后, 然后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那个, 酷音的比赛也是啊。 酷音的比赛, 他里面有时候, 他有听力的比赛, 也有那个阅读的比赛, 对不对? 那他那个听力的比赛, 有时候也是给你一段影片, 听完之后回答问题。 但是有时候, 影片当中, 你有时候看过去, 你可能没有把他的detail细节记起来, 以至于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再回去看一次。 就是可以重新作答, 就是一直作答到你满分为止。 所以他是可以重复练习的。 好, 到这边可以吗? 好, 那我刚刚就已经介绍了LiveABC的生活主题影片哦。 然后我也介绍了由台湾学英文。 好, 然后这个电影放映中, 我们也可以顺便看一下。 老师们, 你喜欢看电影吗? 我是喜欢看电影。 那我们从电影里面, 是不是可以学到一些蛮道地的外国人, 他们真的在生活上会讲到的英文。 好, 然后我们也给同学一点点尝试。 那这边, 这边, 这边这个电影放映中, 他真的很用心。 老师,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这个教务处啊, 因为因应各种的计划, 各种的访试啊, 他是不是现在, 其实在108课刚, 他也要求我们老师, 要做议题融入, 有没有? 要做议题融入, 对不对? 未来我们的课程里面, 可能还要再加入SDGS, 就是那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融入, 对不对? 那他其实都有对应到我们的教学内容嘛。 那其实你要给同学们补充教材的时候, 就可以来这边找。 他都已经帮我们分类分好了。 好, 假设老师, 你今天议题融入要做生命教育, 你就从这边选电影来看。 哇, 真的太棒了, 对不对? 以前都还要自己去找影片, 然后还要去在那边剪辑, 然后还要自己在那边出题目, 他现在都已经帮你出好了哦。 他有影片哦, 而且他影片非常清楚, 然后他也有Quiz, 你就直接用他的题目, 生命教育是帮你找好了。 然后这边, 老师们你再往下拉, 他影片好多, 家庭教育, 性贫教育, 现在很强调环境教育, 对不对? 温室效应, 科技教育, 资讯教育, 品德教育有没有, 法治教育, 国际教育, 通通都有好多影片, 可以找。 老师, 看你今天议题融入, 想要做什么单元, 你就把它放进去。 好, 那我也是跟大家一起看一个。 好, 那我们就看第一个。 他的影片也都很短, 所以他不用占到你很多的时间, 只要你的网路是畅通的话。 好, 那我带大家看一段影片, 生命教育的影片, Cut it out。 两分钟。 欢迎来到英文在电视频道, where we teach you American English heard at the movies. Our saying today comes from the film Permanent. In this movie, a 13-year-old girl is struggling to be accepted by students at her new school. She thinks a different hairstyle will help, so she asks for a treatment that will make her hair curly. The treatment is called a permanent. But it does not turn out the way she expects. Listen for the phrase, Cut it out. what's wrong with your head? I got a permanent. He did it that way, I'm perfect. I think a family is like a car. You can wax it, or you can let it stay dirty. Ah! Hey! Cut it out! Sometimes you're surrounded, and you just gotta shoot your way out. So do you think cut it out means cut off my hair or stop it right now. Listen again. 好, 老師, 我們在這邊 就可以停一下, 對不對? 你就問同學說 剛剛在影片裡面 那個小女生 她是不是轉學到 一個新地方, 然後她 在跟她同學相處 像融入上 遇到一點點困難, 對不對? 她在影片當中說 Cut it out. 那你就問同學說 欸, 同學, So what do you mean by cut it out? Cut it out是什麼意思? 在剛剛那個情境裡面 讓她去想一下 Cut it out是什麼意思? 是選A嗎? 還是選B Stop it right now? 好. Again, did you have the right answer? I think a family is like a car. You can wax it and you can let it stay dirty. Ah! Hey! Cut it out! Sometimes you're surrounded, and you just gotta shoot your way out. Cut it out means stop it right now. The girl wants the other students to stop teasing her and touching her hair. People often say cut it out when they are angry. In this film, the girl is mad, and she is also embarrassed. Fortunately, a permanent does not last forever. In other words, a permanent is not permanent. 好, 老師, 這樣同學 是不是就可以把 Cut it out 這個片語學起來? 因為 他從字面上看起來 好像是剪頭髮, 但是在剛剛那個 情境 他的意思是 Stop it right now. 就是不要再說了, 對不對? 那像這樣 可是他用道地的美國用語 我們就可以在電影裡面 讓同學們 怎麼樣 學到了 好, 那這個就是 那個電影放映中 好, 請問到這邊 可以嗎? 好, 那在這邊 還有好幾個 像一分鐘學禮語 我也覺得很棒 然後這個 互動式 互動式 學習影片 我也覺得很棒 還有 還有一點 好, 我們看完這個 互動式學習影片 就讓大家下課 中場休息一下 這個互動式學習影片 我覺得很棒 因為 它就是一個對話的小單元主題 然後這個是團隊當時候請外國老師做的 所以他的腳本跟錄音都是外國人 然後他也有每一個單元都有搭配一個quiz quiz是我們台灣的老師 根據台灣的學生的程度還有需求寫出來的 所以那個題目也都很棒 所以呢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棒是因為他那個影片 來來來同學 你看一下喔 快版有對話框 快版無對話框 慢版有對話框 或者是你要哪一種 就是你可以選啦 看你班上的程度 你要聽快的還是要聽慢的都可以 你要聽快的還是要聽慢的都可以 然後我覺得這個這個影片很好笑是因為 他這個影片 因為他我剛跟你說他是外國老師寫的 所以他到後面都會有一點點的幽默 懂嗎 他每個影片結尾其實有一點點好笑 所以你如果在課堂上放的時候 同學們看完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的會心理笑 就是會有一點點聽得懂的 會有 那那上面可以選嗎 快版有對話框 或者是你要慢版也可以 好那我play一次喔 這個大概都也都一分半鐘左右 對話框 大家都不有 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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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說 是 什麼可以做 我們可以幫忙 money and donate it how can we raise money why don't we have a talent show people can buy tickets to the talent show then we can give all the money to the people affected by the typhoon that is a great idea Zoey we need to find some people to be in our talent show we need to find some people who can do something special I can be in the talent show I can play the piano I have played the piano since I was four years old that is great who else can do something special I can do magic tricks my uncle does magic for fun he has taught me some of his best tricks that sounds fun you can definitely be in the talent show what about Alex what can you do I can dance I am part of a group that dances together after school we would love to be in the talent show that sounds amazing people would love to see you and your friends dance what about you Zoe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talent show I can't be in the talent show I can't play the piano I can't do any magic tricks I can't dance all of you can do amazing things I can't do anything special you are wrong Zoey you can do something special you can to organize a talent show 好老師那我們剛剛就把這影片看完了對不對好看完影片之後 那我們知道同學他們有沒有認真呢你其實也是quiz你也可以用搶答的 就是說老師我就是介紹這些功能給大家啊自然你要怎麼運用 其實老師們你比較了解你班上同學的屬性就知道什麼要運用讓他們學習效果是最好的 可以派功課也可以派小組一起做因為我們現在深深都有平板可以用嘛 你也可以在課堂上大家一起做就用搶答的方式也可以幫幫那個搶答的同學加分 然後他的題目也都幫老師做好了好那你只要選出選出答案就可以 他們剛剛在聊天當中提到說他們為什麼要募款對不對 是為了要幫助幫助那個被颱風影響的人們嗎 答對了這樣搶答就可以讓課堂的氣氛啊再更活絡一點好那到這邊不曉得老師們有沒有想法或是建議有沒有問題要在這邊提出來呢 好如果沒有的話那我現在時間是2點40分那我想在這邊讓大家喝口水起來走一走 那我們就中場休息10分鐘大概2點50分的時候再請老師回來OK嗎 好謝謝老師 我一定要 Bog Points 謝謝 謝謝 你看 par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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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